瓷器各被视为是精品 所以后世不断的仿制 像广东佛山的石湾瑶 在明清时候就以仿君词著称的 是成广君或是佛山君 不过在清末的时候产生重大的变革 改以公仔的形态掳获人心 而现在我们要从近代创新角度 来了解中国陶瓷的发展 岭南是中国明系分布最广 情况最复杂的地区 广府文化则具岭南文化的主体地位 近邻广州的佛山呢 则是现今最具广府文化特色的地方 被誉为是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的祖庙 依然是佛山新人结婚的时候 必定来参拜的地方 另外新婚夫妻生了孩子 快到上学年龄的时候 同样得到祖庙来参加开比典礼 所以佛山人的生活滚积 可以说是处处都跟祖庙连结在一起的 从建筑角度来看 祖庙是一组建筑艺术高超 装饰工艺精美 具有岭南特色的建筑 大量采用桃塑 木雕 砖雕 灰塑等等 当年每位工艺师傅都使出浑身解数 以求不入这凤行涌出三尊地 龙氏生成一栋天的圣羽之名 从信仰上来看呢 祖庙供奉的是佛山守护神北利 记忆祈求免除珠江三角洲的水环 这座同住的北利重有五千多金 坐镇祖庙达五百多年 它同时彰显佛山铸造工艺的成熟 说到祖庙呢 它是佛山产业的一种投射 东西廊上的胶质桃塑 是石湾桃银 拥有石湾瓦 甲天下的美誉 然而谈到石湾桃银呢 就不能不提到 这口建在明代正德年间 历史五百多年的南风古造 南风古造是中国仅存最古老 至今仍然在使用 而且沿用传统陶瓷烧制工艺的柴烧龙窑 那像这样的小洞呢 咱们当地人呢 就叫它火眼 咱们的牙龙师傅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小洞呢 来推断里边的一个温度啊 当然了这个呢 是需要一个丰富的经验的啊 咱们杨龙师傅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火眼呢 往这个里边投这个木材 起到一个继续加温加热的 这么一个效果 烧出来的每一件产品 它的颜色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部分呢 生活都是不均匀的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和差异在里边 南风古造 窑体粉长34.4公尺 窑面有火眼29排 以山势而建的 因为形状像是巨龙 所以称为龙窑 加上旧石湾称桃窑为造 而且窑炉口是向南的 所以呢 又叫做南风造 南风造将原本的窑炉进行改造 这是石湾陶瓷生产技术进步的 一个里程碑 陶瓷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产物 石湾陶瓷在中国陶瓷历史上呢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跟作用 早在唐宋时期 石湾已经成为 岭南陶器的生产地区 为了坚持石湾陶瓷的传统特色 只要是放入南风古造里面 所烧制的陶胚 都必须使用石湾当地产的陶土来制作 并建议古好烧制 把火神放在灶头上 正可以求个好灶头 至于长在灶尾的这颗古灶神龙呢 就非常神奇了 因为烧老的时候 灶尾温度可达到1000多度 但是它却安然活了400多年 所以石湾人把它当成神树来敬奉着 当地还流传一句古话说是 默默绒树头一辈子没烦恼 石湾既然称为陶都 怎么可能没有陶瓷一条街 只不过这里绝大多数的陶瓷一品 并非真正出自石湾 想要见识真正的石湾陶艺 就得到石湾陶瓷博物馆 就算大门没开呢 这左右陶梢的亨哈二将 也够耐人寻味不需此行的 这种是漫头窑 它是出生于三代中后期 习惯以前是用这个漫头窑 慢慢地准变成这种龙窑 这种龙窑它是依照山坡建成 它一般长30米到80米不等 它里面有不同的一个 前面有窑门 还有不同的一个火眼 它主要是可以产量大 还有一方面就是根据山坡这个特点 可以提高那个火的温度 如果说土是陶之体 那么幼就是陶的灵魂 能让陶瓷进入妙境的元素 石湾的幼药呢 几乎都是用普通的植物灰作为基础原料 石湾柚以前主要的一个基础原料 它都是以植物灰 就比如说是上青灰啊 还有是稻草灰 它再加上那个齐土 文化成石灰柚 它冲白柚它就要加上 那个青花筒 还有是齐土 还有是石灰石 还有等等几种原料 扎在一起 就成了一个冲白柚 明代中叶以后 石湾至陶也开始分行 进行专业项目的生产 行会组织呢 也就成型了 到了清代的时候 更是普遍 凡是行头 必定会有行会跟组织 在同一个行业中呢 又有东家 也就是业主了 至于西家 也就是工人 这两种彼此对立 又相互依存的 行会组织 最多时候呢 曾经达到36行 另外存于东西两家 矛盾之间的 还有类似今天的 个人工作室 十万人称他们是 刀头王 广东 广东除了石湾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陶瓷重镇 是会在潮州西部的 封锡 当地陶瓷工艺展示 中心的每一件精品 都彰显着潮州 陶瓷发展的历程 还有旺盛的企图 1999年 由潮州人 秋树江先生 所研制的巨型浮雕瓷壁画 清明上河图 就创下现代 陶瓷艺术品的最高价格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是目前最大的瓷挂盘 直径2.15米 当时研制这个盘的时候 就用了两年的时间 它呢 必须专门建造一个油炉 来烧制的 这么大的一个挂盘 它在烧制的过程中 有保证它不变形 不烫塌 不开裂 工艺难度非常大 它用的是1360度的高温 在如此高温的情况下 整一个胚体 它是红通通 非常的转 有保证它冷却之后 不变形 工艺技术难度非常大 有为的是 不输成期 当时目睹正 经济繁荣的景象 无论是大画盘 或者瓷花篮 都让人在美不已 接近作品是80年代 王龙才大师的作品 在80年代 当时是用柴火 进行烧制而成 工艺难度非常大 比起现在用的煤气 电油 温度控制上 都是非常难的 看到中间这些细小的 勾勾和丝 每一个细小的零部件 都是陶瓷烧制的 整一个花篮 到过世界各地去长出 被誉为是 永不凋谢的鲜花 这一根镂空的通拉瓶 是潮袖工艺词里面的 一大特色 这个大师 它创作的灵感 来源于潮袖里面的 一道抽纱工艺 像这门工艺 运用到陶瓷上面 它就比较创新的一种工艺 通花瓷花的制作技术 十分高超 有白如玉 薄如纸 细如丝 声如沁的艺术效果 在大陆各大瓷区当中 可以说是独领风骚 它创意的根源 竟来自潮袖 王龙才大师 自选有成 匠心独运 当年邓小平访问朝鲜的时候 曾经将他创作的一件 三层通花瓶 作为国词礼 送给金日成 毫无疑问 中国陶瓷 依旧是最能代表 中华文化特色的工艺之一 近年来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 国际的交流 再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 陶瓷工艺呢 可以说是发展到极致 几乎是无所不能了 在相对于百家争鸣之中 要想依旧突起 是更加困难的 如何从工艺市场 跨入到艺术殿堂 可不是单靠高超的技术 就能做到的 今天先观赏了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各位